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鲈鱼 花了18块钱 鲈鱼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它的营养价值是淡水鱼中比较高的 和大家分享一道清蒸鲈鱼的家常做法 别看它是一个简单的清蒸鱼 但是能把它做得好吃 其实也有小技巧 如果按这个方法做出来的 鱼肉鲜嫩非常的入味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条鲜鲈鱼 这条鱼我提前叫老板处理好的 看一下这个眼睛透明黑亮 而且这个腮特别的鲜红 证明这个鲈鱼就非常的新鲜 吃着肉质就特别的鲜美 先把它放入盆中 鲈鱼的表面有层粘液 吃着比较新 准备一把小刀在鱼身上刮 你会发现能刮下来很多黑色的粘液出来 因为这种粘液吸附着非常多的脏东西和细菌 也是鱼腥味的来源之一 一定要处理干净 即使老板帮您处理过鱼鳞 回来一定要处理干净 无论是海鱼还是淡水鱼 这才是处理鱼腥味最重要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刮好之后 倒入清水没过鲈鱼 把它洗干净 特别是鱼腮部位 因为这个地方残留的血液比较多 稍微多清洗一下 把鱼腮部位的血液清洗干净后 鱼肚子里面鱼骨血以及鱼末也要清洗干净 这些地方腥味也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掉 要多清洗几遍 这样洗过的鱼就非常的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放在菜板上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鱼鳍 用剪刀把鱼鳍给它剪掉 鲈鱼的鱼鳍是带刺的 最好是用剪刀将它剪下来 以免伤到自己的手 鱼鳍不要 吃着没肉 而且心气味还大 鱼鳍全部处理好之后 把鱼尾修剪漂亮一些 那样煎出来的鱼非常的漂亮 在鱼脸上有两个地方的鱼鳞 一般都没有清理 所以在食用之前 一定要用刀削掉 不要 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鲈鱼 鲈鱼里面的鱼骨 那里面的肉质比较厚 所以这里用刀将它切开一点 千万不要给它切断哦 两边都要给它切开一点 把鱼骨头切断就可以了 如果切断的话就会影响美观了 然后鱼背上这里 我们也要打上一字花刀 在鱼头一厘米处我们切一刀下来 也不需要给它切穿 两边都要给它打上一字花刀 这样做出来的鲈鱼就非常的漂亮 这样蒸出来的鱼就非常的漂亮了 我们的处理把它放入大盆里面 然后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把它切成片 再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分成两半 一把放入盘中备用 另一半把它们放入碗中 再倒入半瓶啤酒 下手抓揉出葱姜水 因为啤酒可以去新增香 还可以嫩肉 把葱姜的香味抓揉出来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去除腥味 把葱姜汁全部给它涂抹在鱼身上 这样清蒸出来的鲈鱼肉质就比较鲜美 而且还带着清香味 肉质特别的鲜嫩 所以清蒸鲈鱼时 必须要加这三样姜葱啤酒 全部涂抹均匀之后 浸泡10分钟 把鱼腌制一下去除腥味 入个底味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大蒜 把它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段大葱 把它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这时我们的鲈鱼也研制好了 我们撇开葱姜不要 把鲈鱼拿出来 这时的鲈鱼闻起来 就已经没有腥味了 把鲈鱼放入盘中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样摆出来的造型 比大酒店里面的还要好看 我们再准备一勺食盐 先将鱼入个底味 均匀地撒在鲈鱼身上 食盐在上锅前加入就好 过早的加入会使蛋白质过早凝结 使鱼肉变老的 准备一个小刷子 往鱼身上刷一层薄薄的使用油 刷油可以锁住鱼的水分 一定要将鱼身上每个部位都要刷到位 这样蒸出来的鱼才比较鲜嫩 还可以防止蒸的时候水分不容易流失 让鱼蒸出来更加的鲜嫩 另个目的是使它温度更高 能够熟得更快 然后在鱼身上摆入几块葱和姜片 可以增加鱼的香味 让鱼更加的入味好吃 这样做出来的鱼就非常的漂亮了 接下来把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我们蒸鱼的时候一定要牢记 水开之后再把鱼放入蒸锅里面 这样蒸出来的鱼才会鲜嫩 然后盖上盖子蒸8分钟左右 蒸鱼需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 并非所有的蒸鱼都是固定时间 再准备两个树上摘的鸡蛋 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把红辣椒有小半块就可以了 把里边这层白营去掉 这样成型才会好看 再准备小葱一根 只要葱叶就可以了 把红辣椒放在大葱上面 葱叶也放进了 然后给它们卷起 把它们切成细丝 切得越细也好 切好后放入碗中 倒入清水备用 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 往碗里加入一大勺生抽 再加一大勺蒸鱼酱油 一勺蚝油 再加入888粒白糖 加半勺胡椒粉去腥提味 再倒入半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蒜片和大葱加进来 炒出香味 清蒸鱼不要直接倒入生抽 或者是蒸鱼饰油 因为味道比较咸 而且香味还不浓郁 一定要通过这样的熬煮 吃起来味道才会更好 这是饭店不外传的做法 把葱蒜炒至微黄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把香菜也加进来 开大火煮一下 不仅吃起来很香很鲜 而且咸淡刚刚好 还特别入味好吃 两分钟后关火 我们用漏勺将它过滤出来 里面那些渣就不要了 接下来我们的鲈鱼已经蒸好了 哇一股清香的味道 特别的香 而且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用夹子取出来放到桌子上面 接着用筷子把葱姜给它加出来 再来看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鱼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再把炒好的料汁淋在鱼的身上 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样蒸出来的鲈鱼 鱼肉特别的鲜嫩 再把切好的葱丝和辣椒丝 放到鱼的身上 再把烧好的热油淋上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一道非常鲜嫩清蒸鲈鱼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像我这样处理的鲈鱼 成型好看 成熟快而且方便操作 鱼肉非常的鲜美 而且味道十足 口感和饭店里的一样好吃 颜值也非常的高 如果大家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